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7月21.03分15秒播放流水14831 AC964308127377513688C614270201本地日志 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中国南篮篮队vs图尼斯五家球 韩泽转折天碧玉周棚神准三分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X腾讯体育8月17日训2018年斯坦克里奇北周季篮球赛在深圳继续进行 芬兰南篮将在末战对阵图尼斯南篮 腾讯体育将在16点对本场比赛进行视频直播 以下是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前端 南篮后对总结 周期小兵强势挥贵板凳肥图效率高10年后再看08年史上最强 南篮他们的命运谁能想到 篮球奇套本篮vs图尼斯非洲冠军图尼斯南篮已经在过去的三个比赛 予以经历了三场比赛 除了在与克罗地亚南篮交锋时包挥式市场 他们在与中国南篮红篮两队碰面时都展现了不俗的竞争力 尤其是昨天对阵中国南篮篮队的比赛 图尼斯南篮以68比61拿到了本届自卑的首场胜利 对阵中国南篮篮队的比赛中 图尼斯阵中的眼镜哥菲拉斯拉哈尼末节比赛 表现抢眼 曾有一季突破之后的单手劈扣 是看对阵芬兰他还能否保持状态 图尼斯南篮进攻以中远距离投射为主 只要是能够适应对方欧洲球队强悍的整体防守 他们就有机会拿到胜利 芬兰兰兰兰则是已经遭遇了两场连败 他们在首个比赛 质疑70比77布迪克罗地亚南篮 此战 面对中国南篮篮队 他们又以84到87输掉了比赛 芬兰兰兰兰做复印了 在身体对抗方面 他们在非洲冠军图尼斯面前应该并不吃亏 但是进攻效率偏低 一直是困扰芬兰兰兰兰的首要问题 前两场比赛 芬兰兰兰兰的整体两分球命中率都不足五成 三分球命中率则不足三成 想要在图尼斯头上拿到四倍受伤 芬兰兰兰兰需要提升进攻效率 炎火虫